民眾不分男女老少排排坐 在設計師巧手之下 迎接亮麗新髮型 提前迎接農曆年 而在會場另一頭 大小朋友手裡都拿著發票 排隊等著捐出來 謝謝 我們的發票我們就給華山基金會之後 他們會轉給弱勢 包括了救救我們所需要的 貧苦的一些低收入戶 一些韓式們以及我們的植物人的家屬團體 就算真的是只有可能一張兩三張 我們都還是很高興 因為只要是愛心永遠都不會嫌少 這一場名為寒冬歲末以米傳情活動 是由已故台北市議員李星的兒子 李博裔服務團隊所發起 民眾只要捐出五張發票 就可以將愛心小米帶回家 我們大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還有一些弱勢族群 加起來有120幾個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藉著這樣的一個發票送愛心的部分 能夠讓更多的人能夠來到 海深社區來多了解這個社區 能夠來關懷這個社區 所以也是剛好今天天氣 感謝上帝今天天氣也不錯 所以是夏點小雨 所以很多人都走出來了 以前活動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持續永續的 一直在巡迴 其實我跟博裔這邊兩個 我們兩個都是文山區長大的小孩 對那也是因為這樣的 因緣際會下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就是回饋鄉里 當然就是從小長大的地方 開始做起 經濟不景氣加上年關將界 關心吃不飽 穿不暖 需要幫助的弱勢民眾 主辦單位宣布 年底前還會再舉辦兩場 希望民眾朋友能夠踴躍奉獻愛心 記者 顧採用 節目到